接著就是個案分析 待會看這些情景時 你們也可以去看看 究竟它有什麼地方做得好 還有有什麼地方 你覺得給著你 你有這樣的建議 這樣會更好 好嗎 我們先看第一個情景 我們今天來找飛行站好嗎 好耶 我們來講一下電話 你要知道電話 這個呢 你看到這隻有多少隻站好嗎 四隻 四隻 對嗎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繞一個圈 繞一個圈 去到自己的顏色 然後繞到上來 我們便會贏 但要全部站到這裡才繞 真的明白了 玩吧 我還未說完 但我們要拿出來 我們要繞到雙數2,4,6 才可以拿來 真的明白嗎 還要繞到雙數 還要繞到6 可以起2個 知道嗎 好 知道吧 OK 我們真的要開始玩了 好 玩吧 我們繞大小 看看誰 好嗎 好 那誰先 好 2 1 等到我了 看一下 1 1 媽媽走到4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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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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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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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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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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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看到在哪裏? 我也看到在這裏 你穿衣服,應該在這裏 你穿不穿贏 我們未必會贏,但你不可以這樣 你穿衣服就說你穿不穿 你去到這裏,只是差一步 這裡穿衣服 不要緊,爸爸和媽媽都看到你穿衣服 去到這裏,媽媽都未贏 但你不可以這樣 如果爸爸今天穿衣服,我說我穿衣服,我贏 那你會怎樣? 不開心 那你這樣做,爸爸媽媽都不開心 你不可以這樣做 大家玩遊戲,玩遊戲,更開心 對吧? 不快了,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贏 不快了 你穿衣服就在這裏 如果你穿衣服,爸爸媽媽都不開心 你穿衣服就在這裏 對吧? 嗯 我們繼續玩 我們繼續玩 好,我們繼續玩 走吧 我爸爸 爸爸也穿不穿衣服 回到這裏 好,那片段來到這裏 這個情況是甚麼? 這麼困難的地方 發生甚麼事? 玩玩玩一下 女兒說贏了,對不對? 但是似乎她搞錯了 對吧? 其實她還未贏 但是女兒就堅持說她贏 然後又覺得爸爸媽媽 只不過是因為不想女兒贏 所以偏偏說她走錯 對吧? 真爭點是在這裏 嗯 那你覺得剛才有甚麼地方做得好? 整個遊戲的過程 有解釋怎樣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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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你覺得爸爸媽媽是否投入 投入 我覺得是否 整個過程 爸爸也有些言語的交流 不是純粹一步步企 很投入 很專注 還有沒有地方做得好 剛才發生了這件事 那爸爸是怎樣解決? 角色互換 角色互換 是的 你說得很對 就像剛才那位家長提議 就是告訴她 我換著爸爸是這樣的 你開心嗎? 那女兒就說不開心 小朋友本身也有一個感受 她容易明白 原來她剛才的行為是怎樣影響到人 有沒有地方你覺得可以再做好一點? 你會不會用到公主語的詞語 即是說 沒有用到不可以 因為開心 其實是關於你 你應該聽做我是開心 或者是你應該聽做自己的 才是正確 這樣正面的詞語 是的 你說得很好 是的 我們儘量用這些正面的詞語也好 有時候你留意一下 我們會說一些很複雜的句式 你不要不開心 你不要不守規矩 其實是很複雜的 當然 兩個副 即是一個正 即是你要守規矩 你不要在這裡大吵大吵 不如你直接說 你要坐定地 你要聽別人的說 用一些正面的詞語 會比較容易去理解 而且小朋友更加直接知道 究竟你想她怎樣 還有 你有沒有留意 剛才媽媽也有嘗試去安撫小朋友 她說不要緊 媽媽都未贏 我想想 如果我有小朋友 如果你贏了 那怎麼辦 是不是你未贏 所以便可以了 這個其實也有一點的意味著 輸贏也很重要 我都未贏 你還有機會 當然她還有機會 所以可能我們 安慰小朋友的時候 可能也避免說 我都未贏而已 你看 大家都未贏 你可能也是 說回說 不要緊 你甚至可以跟她說 其實遊戲一定會有輸和贏 不過不會每一次都是我贏 也不會每一次是你贏 對 我們看看今次是怎樣 下次又會怎樣 然後又可以說回剛才的過程 你看看我們剛才玩了多久 多開心 是不是一起摘色 這些都可以嘗試這樣說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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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